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,卷五应该已经讲到大师至菩萨的念佛法门,七大十八界共有25个圆通法门,这有关是因菩萨的耳根,圆通法门还没有说出来,耳根圆通法门是卷六的内容。 那么这段视频会直接结合卷一道卷四的内容,粗略地总结一遍,讲之前的重点再说一遍,以便大家能够有个整体的印象。 我帮大家回顾一下整个棱眼镜的开端。 整个棱眼镜出现的缘故,是因为阿南出去次第启时的时候,遇到五百世夫妻姻缘的妓女,摩登嘎女。 摩登嘎女一看见阿南,就叫妈妈用仙犯天咒迷惑了阿南。 阿南虽然能背诵一切清净庙里,但是注重多门,定力却不足。 阿南即将会被毁坏戒体的时候,佛陀知道了阿南的情况,马上令文书实力菩萨,用棱眼咒,去把阿南救回来。 佛陀知道阿南定力不足,所以打算宣说棱眼大定,让阿南休息。 但是要修成棱眼大定,最起码需要知道心在哪,也就是明心见性。 佛陀透过与阿南的七次问答,阿南都找不到心之所在,以为心在身内,又认为心在身外。 又认为心在眼睛里面,又认为睁眼时,心见内,闭眼时,心见外。 又认为有法身的地方就有心,又认为心在中间。 或者以为一切无着就是心。 由于阿南,七种说法都是用意识心来推敲心之所在,如果心有你的意识心生出来,那也由你的意识心而灭。 但是心没有变异,所以不可能是由生灭的意识心生出。 因此阿南七种说法都是错的。 佛陀知道这是阿南常用攀缘心的缘故,所以就说了一切,修行人之所以不能成就无上菩提。 甚至连声闻缘诀,外道,诸天魔王都做不到。 原因就是因为用攀缘心,以为攀缘心是自性,也不知道自己这个清净心,无始以来都是清净的,能生一切缘。 每个人都在用自性生一切缘。 但是普罗大众却不知道这一点。 阿南听完佛陀之后,还是不懂,以为能够逻辑推理,不断思量的心,就是真心。 佛陀说,这只是前尘虚妄相想,只会迷惑你的真性。 我们的自性就算离开尘,也依旧能有分别性,这就是真心。 例如我们的见性,离开一切灯光,眼识虽然不起作用,不能起分别,但是见性却依然能见。 或者我们的文性离开一切生辰,依旧能够听到声音,听到什么。 这个后面再解释。 所以分别时心跟真心的区别就是,分别时心一定需要过去有某些事情发生,然后回想这些事情,才能起作用。 一旦没有了前尘往事,分别时心就无法分别外境了,但是自性是不需要这些前尘往事,而有分别性。 最后,佛陀让教沉入尊者说了自己正道的原因,主要是因为误导客臣二字,一切有动摇的,会生灭变异的,不住的。 都是客臣,并非主人,例如这个虚空永远不动,没有变异,不会动摇,能够承载一切万象发生,也就像坚信一样。 永远不动,没有变异,不会动摇,能够承载一切万象发生。 教沉入尊者,说完之后,再让阿南看着自己的手,佛陀的手伸开又合起,让阿南识别一下到底是佛陀的手动,还是阿南的见性有动。 而这次,阿南明白了见性连镜箱都没有,更没有动向。 就算佛陀之后,在手掌中朝着左右两边发出一道光,阿南的头左右转,看着佛陀发出的光, 也知道只是自己的头动,而不是见性有动。 虽然阿南在眷意已经开悟,但是心中仍有许多疑惑。 先是波斯逆王起来问佛陀,波斯逆王问佛陀,人死了之后是不是真的什么都没有了? 佛陀,先让波斯逆王观察自己的身体变异的情况,波斯逆王观察到自己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在变老, 每过十年就会有明显的变化。 之后,佛陀就说出波斯逆王身中,有一样东西是不会灭的,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见性。 佛陀让波斯逆王看着恒河水,问波斯逆王,这恒河水在这几十年来有没有变化? 波斯逆王说没有。 由于见恒河水的,是我们的见性所见,就算你现在看着天空,这颜色也一直没有变化,明天看天空也是这个颜色, 后天看天空也是这个颜色,你看一切万物时,所用的都是这个见性来见,几十年都没有发生变化,没有任何变异。 就算身体不断地在变异,但是见性却没有变异,见性就是我们本身,所以身体的衰老,跟见性没有丝毫关系,身体的离去,也跟见性没有丝毫关系。 因此,就解答了波斯逆王的问题,既然见性没有生灭变异,又怎么会有生死呢? 这时,佛陀说出很重要的一句话,色心诸圆,极心所使,诸所圆法,为心所现,乳身乳心,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现物。 大概意思是说,一切可见的物质,以及眼时,耳时,鼻时,蛇时,身时,第六时,第七时,第八时,这八时心亡。 还有种种的缘分,以及所有心所生的法,全都是唯心所现,并不是其他东西,全都是这个心所造的。 只是一迷,就迷惑在色身之内,而这个色身,以及山和大地,虚空万象,都是心中之物,这整个虚空里所有事物。 对比真心而言,真心是大海,而这一切就像大海中的一个浮欧体。 这个渐性,不是一个物体,无形无相,不可能透过眼睛看到,它的范围是无量无边的,你能乃至于整个虚空都是渐性的范围之内。 而这外境中各种物象就像是容器,在景里面只能看到天,在房间里,只能看到窗外的景象。 渐性虽然不是物体,但是如果渐性不是物,物体就与渐性无关。 那渐性又怎么能看见物体呢?但如果物体就是渐性,那这个物体又为什么叫物体呢?而不是我们的渐性呢? 接下来,佛陀就说了一句,十方如来,极大菩萨,于其自住三摩地中,渐与渐源,并所想象,如虚空华,本无所有。 此境即源,源是菩提妙境明体。 在这万象中,没有什么是与不适,分别渐性到底是物还是非物,都是一种虚妄的想法,其实能见和所见的像都是额外多数的想法。 虚妄的想法,这个渐和渐源,都是菩提妙境明体,也就是自性的别称。 为了更容易分出渐性是不能看见的。 佛陀说了渐明之时,渐妃是明,渐暗之时,渐妃是暗,渐空之时,渐妃是空。 渐塞之时,渐妃是塞,肆意成就,如辅应之,渐渐之时,渐妃是渐,渐游离渐,渐不能及。 这几句话,我们把明、暗、空、塞,这四个所见的相搬出来。 如果渐性是明,那暗的时候就会消失,如果渐性是暗,那明的时候就会消失。 如果渐性是空,那塞的时候就会消失,如果渐性是塞,那空的时候就会消失。 实际上明暗空塞,就算这四种相不断变化,渐性也能够一起见到,所以渐性并不属于明暗空塞。 明暗空塞是一种分别心。 所以如果你见到自己见着一切万物的分别时,这个分别明暗空塞的渐并不是渐性,而是渐精。 渐精和渐性非常相似,但是渐精会动,渐性不会动,分别就在这里。 我们的眼根,就是由渐精满塞尘而来的。 每个人对整个世间都有自己的执着,有自己的业力,这个轮回世间,就有两种分别渐妄来发生。 第一个是别业妄见,第二个是同分妄见。 我用现在的疫情来解释这个别业,妄见和同分妄见是最为合适的。 疫情是供业,几乎所有人都受到了这个疫情的影响,但一定会有一些人能够避过疫情的影响,甚至生活也过得很舒适,好像完全没有疫情这回事。 那么受到疫情影响的人,就是同分妄见,大家都看到了这个疫情的严重性。 不过在同分妄见中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别业妄见,也就是每个人受了感染之后,症状都不一样,重则过世,轻则如同感冒,休息数日就能康复。 每个人所见的境界都不相同,但就因为这个同分妄见和别业妄见,有无数的差别,大家在这差别中分别不断,于是妄念越生越多,远离了清静本心。 不知道本觉常驻,一直都未曾有染。佛陀说,一切浮沉珠幻化相,当处出生,随处灭尽,幻旺称相,其性真为妙觉明体。 五蕴十八戒,因为因缘聚合的关系,大家就以为有生,以为这是真实的,因缘散去,又生出一个想法,以为它不存在了。 其实生和灭这两种想法,都是虚妄的。 接下来就是卷三的内容。由于五蕴七大十八戒,都是同样的说法,不是从空生,也不是从因缘生,不是自然生,说空生,因缘生,自然生的,都是细论。 所以卷三,我就跳过了。 直到卷五,二十四位正得元通的菩萨或尊者出来,说自己的元通法门时,会跟卷三有一个前呼后应的效果。 而到了眷寺,妇楼,那虽然已经是四国阿罗汉,但是也不明白为什么既然如来藏清净本然,会生出山和大地,而且整个世界,山川和流之间会终而复始地潜流,形成各种地貌。 佛陀便说这是由于人想要去寻找民的缘故,这个民也就是解脱,因为人想要去寻找解脱,一找,就有了各种外景出现。 整个世界升起的过程,都在之前解说的视频当中,因此,当时,佛陀就已经说出,这一切物质是由观测而来的类似说法。 不过佛陀威信到最初那一念动,世间生成的过程来自人的妄想,妄想不断,就有了世界相续。 因为有了山和大地,相同业力的人就会互相吸引,纠缠在一起,因为银心的关系,就有了众生相续,又因为人生出了强弱的分别心。 强者欺负弱小,众生之间互相杀害,有淫贪心的缘故,互相盗取对方财物,以杀到淫为根本,所以业果相续。 这三种颠倒相续,因为那一念动,要找,找解脱的缘故。 这外经的现象一出现的时候,就迷惑了众生了。 众生总是想要去理解,这些世间的物象到底是怎么发生的,所以就有了各种行为,迷在其中了。 要恢复本来法身,能够圆照法界,就需要灭尘和绝,要知道这如来藏,本妙原心,并不是这七大十八戒。 甚至连生文,圆觉,菩萨,佛如来也没有。 但佛陀为度化一切众生,出示精通一切世间法,生出一切出世间法来度化众生,那就有了七大十八戒,有生文,圆觉,菩萨和如来。 但佛陀又能在这空和有中,离这空和有,这就是佛的智慧。 我们这个妄心本来是不存在的,只是我们突然动念,以为自己不清静了,以为失去了清静自信,所以开始到处寻找。 但清静自信是常住的,而且时常清静,就算你以为失去了,它也没有失去,只要把想要寻找这个妄心放下,就行了。 沙道银三叶,都是一种寻找,都是动念,只要把沙道银,这三种妄心放下,清静自信就自然献钱。 这个动念,并非由因缘生,也不是自然生出来。 说因缘自然都是一种戏论,只有离开因缘,自然,才不是戏论法。 现在阿南想要获得如来的无鱼涅槃,入佛之见,佛陀知道了阿南已经决定发菩提心,在佛如来的妙三摩提中不会疲倦。 那么就要明白两种决定的毅力。 如果要舍弃生文法,舍弃因缘法,修菩萨道,入佛之见,就要观察自己发心的当下和成佛的时候,那个果,是一样还是不一样? 这是什么意思呢? 因为佛的境界是不生不灭的。 但是如果你用生灭变异的心去求佛的境界,那是不可能的。 什么是生灭变异的心? 就是今天想去吃美食,明天想唱歌,后天想运动,便来便去。 没有固定,这都是生灭变异的心。 现在佛就来跟阿南说这世间一切变化像,体内的骨头、肉、皮,都属于地大,水分属于水大,燥热和温度都属于火大。 摇动、运转、呼吸,都属于风大。 风和水地,就在分开我们的妙觉明星,一下子变成视觉,或者听觉,或者意念。 总之搅着搅着,就叠成五种魂拙了。 分别是劫拙、剑拙、烦恼拙、众生拙、命拙。 我现在分别解释一下这五拙。 为了体现出佛陀所说之法都能前后贯通,我会把五蕴拿出来对比。 五蕴也就是色寿想行识五蕴。 这个色蕴就对应着结拙,兽蕴就对应着剑拙,响蕴就对应着烦恼拙,行蕴就对应着众生拙,石蕴就对应着命拙。 在世界刚开始的时候,这个虚空没有一个体型,而且你能见虚空这个剑性也没有知觉,但是虚空和剑却串联起来了。 本来你看这屏幕没有东西给你看,就是因为没有东西见得到,就有了疑惑,这疑惑也就把剑和虚空串联在一起了。 如果你没有疑惑,那就不会串联在一起。 一串联,这个虚空的境界,就是结拙,色蕴就变拙了。 我们都知道世界形成的过程,我们有了坚固妄想,对六尘生出了各种剑文觉知的感觉,这是受蕴的部分,在和外面的水火风土互相组织。 就揽尘成根,揽六尘成六根,跟着所见的物质连在一起,不能离开所见的外境,这是剑拙,受蕴就变拙了。 有了色蕴和受蕴两种蕴的叠加,假设只有眼前的物质,但是没有感觉,那这些物质就没什么作用,也不能生出响韵。 如果离开这个六尘,没有色生相位触法,感觉也不可能有,这个响韵也不会出现。 之所以有了物质和感受,有了色蕴和受蕴,就会有第三重烦恼灼,也就是响韵。 响韵吧,一切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变得合理,例如我现在放一段动漫。 请问你们看到了什么?你们应该很轻易就能回答出,看到的是两个人在打架,但是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两个人,我们之所以可以有这样的感觉。 都是因为响韵和理化一切现象罢了。响韵变拙,变成烦恼拙。 接下来就是行韵,我们从早到晚,思念不断,每时每刻都在总结新的知识,以便未来使用,想把知识,之间留在世间上。 为了流传出去,国家和国家之间四处旅行,就好像水流不细一样,没有停过,留存知识,需要靠不同的人力相助。 每个人都这么做的时候,就成为了众生酌。 本来掩耳鼻舌身意是同一个性,眼也能听,也能闻,也能长,也能触,但是就因为有了六成隔绝的关系。 令掩耳鼻舌身意这六种功能失去了准确性。 佛陀说,其实我们在见闻觉知的时候,我们的自信其实是通的,也就是你耳朵听到了,眼睛也知道,鼻子也知道,舌头也知道,身体也知道,一根也知道。 由于失去了准确性,这用起来就不同了,不能六根合在一起用了。 棱岩大定最后一关就是破时韵,令六根能够互用。 因为众生受时韵所困,失去了准确性,以为眼睛只能看,以为耳朵只能听,做起时来也变得很表面,轻易被表面的功夫欺瞒过去。 就会有许许多多的妄业出现,例如专业形象,就是妄业的一种。 那么,时韵就成为了命拙。 色韵成了结拙,受韵成了剑拙,想韵成了烦恼拙,行韵成了众生拙,时韵成了命拙。 困在五蕴中就是自己内在的五拙。 对外,人人都困在五蕴中,就是整个五拙恶事。 所以心经中,观世音菩萨行般若波罗蜜,第一关,就是要观五蕴皆空。 佛陀说完五拙,就让他选择这生死的根本, 然后用圆容清净湛然的不生灭性,把虚妄的心弦回来,合回如来葬性中。 就能修成棱岩大定了,直到一切变化出现了,都不会受到烦恼。 都跟这个涅槃清净的妙得相合。 这是第一个决定义理。 第二个决定义理,就是绝对要弃掉各种有为的像,有为的像。 就是一切因缘分而有所作为的事,而且要非常仔细地观察。 什么才是烦恼的根本? 这些烦恼到底是谁做的? 要知道何处是颠倒? 什么是不是颠倒? 不然,你的六根就像贼一样,一直分你的自信宝藏。 今天想睡懒觉,明天想看电影,后天又想吃大餐,令你忙不过来。 不能超越这个气世间。 其实说到这里,佛陀已经为阿南准备好了这个法门。 到底是七大十八戒中,哪一个法门? 已经选择好了。 这个法门就是耳根元通法门。 为了说这个法门,首先要让阿南知道六根功德。 知道六根功德之前,就要知道什么是众生是戒。 众生是戒,是就是三世,戒就是方位,过去,现在,未来。 结合东南西北四个方位,这就是世界。 过去有过去的东南西北四个方位,现在有现在的东南西北四个方位, 未来有未来的东南西北四个方位。 三乘四就是十二,每个世界都有十法界。 这里就是一百二十,每个法界都由十如是来组成。 十如是是来自妙法莲花经的。 这样世界就有一千二百功德。 现在来看看六根中,哪根具足一千二百功德。 经过佛陀的说法,眼根对于四方三世来说,只能见三分之二, 所以只有八百功德。 狄根呼吸的时候,会有停顿的空间,所以也只有八百功德。 身根不接触的时候就没有触觉,也只有八百功德。 唯有能听十方阴生的耳根,能说妙法又能品尝食物的舌根。 能一念十方三世一切时间法,合出时间法的一根,是圆满一千二百功德。 而十方如来在这十八界里,都可以得到圆满无上菩提。 现在要阿南选择用其中一根,一门深入,一门深入后,成就了冷言大定,就能令六根都清净。 由于阿南还是不明白,所以佛陀就唯有用最浅显易懂的方法,让阿南明白文性不生不灭的道理。 这也有助我们后面学习观世音菩萨的耳根,圆通法门。 这个方法是令我们普通人,也能知道文性不生不灭的方法。 现在我把这个方法,用电影的方式呈现出来。 我先把答案说出来,文性是不生不灭的,不因动而生,不因境而灭。 动静都是文性所闻的。 如果你能够知道有生,又知道无生,两种情况,都是文性所闻。 但是动静本身是一个生灭现象,动则静灭,静则动灭。 动静是耳时所分别出来的。 接下来,我会连续放三段五秒的电影桥段,你们分析一下,何时文性有闻。 第一个问题,在这三段桥段中,你们听到了多久的声音,你们可以心中给自己一个答案。 第二个问题,在这三段桥段中,你们闻到了多久的声音,你们可以心中给自己一个答案。 那么,现在我来公布答案,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8秒,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15秒。 如果两个问题,你们都答对了,就代表你们能够明白文性了。 第一个问题,我问的是听到多久声音,这是用耳时来分别动静。 有声就是动,无声就是静,而刚刚三段电影的桥段,我一共放了8秒的声音,7秒是无声的。 从分别动静的耳时来说,就是听到8秒的声音。 但是对于文性而言,无声的时候,你知道此是无声,这是镜像。 既然你知道,这就是文性的功能,如果你不知道这是镜像,不知道这是无声,那就连文性也没有了。 但是文性知道,所以文性没有灭。 文性没有灭的话,那文性总共便是闻到了15秒的声音。 即使这15秒过了,或者视频结束了,一切音声祭灭,你的文性依旧没有灭。 这就是文性离生辰依旧能有分别性的道理。 就算你睡着了,你听到的声音,也会成为梦中事物。 这就代表文性依旧有作用,无论任何时候,文性都在作用,是不生不灭的。 但是我们人一直受到这个动静的影响,有声音就有各种思绪不断,觉得太嘈杂,没有声音也会受影响,思绪不断,觉得太无聊。 这动静,就是色韵的范围。 修尔根元通法门,第一关就是要破色韵,除掉结拙。 只要能够弃掉这个生灭法,用这个常驻的文性来修,根尘就会脱落,石心也不会影响你,六尘不染,石心的污垢也没了。 自然就能法眼清明,成就无上智慧。 现在前四卷都已经总结完毕,卷六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元通法门,过两天就会发出来。 除了卷六,卷七,卷八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。 希望我能撑到那个时候,如果我在总结的时候,有什么地方说的不够清楚的地方,烦请在留言区言明,以便改善。 明天将会发总结卷五的视频,我们明天见。